重點是你到底要不要做中國人 關鍵問題還是在於說 就是我們讀這些東西的目的是為什麼 是因為要形塑一個年輕人 他成為中國人吧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有個新聞炒得非常的火熱 到現在還在余波盪漾 這個新聞我看 這個明正也特別寫的一篇文章 應該說是一篇很簡單的一個貼文 這個明正寫東西有時候 這個短小精幹 這個很短也很小 這個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完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我只是說又短又小 又很快就可以看完 那這篇文章是什麼呢 就是提到最近 這個有一位老師 當然這個要先更正 這個老師要叫做歐老師 歐他看起來是地區的區 但是這個字說在姓氏的時候唸歐 所以應該是歐老師 那他是北一女中的老師 北一女的國文老師 那因為最近歐老師有一段 他公開在批評台灣所謂的108課綱 2019年上路的這個課綱 就是蔡英文任內所制定的最新課綱 當中我們知道其實最嚴重 會有所謂意識形態問題的就是文史嘛 國文跟歷史這兩塊 那歐老師當然主要是focus在國文的問題 他說呢現在這個國文課綱的大幅度的降低 文言文的比例 那麼他其實是很沉痛的說 這個當韓國人呢 都在不斷的搶中華文化的資產 說那是韓國人的文化 當日本的許多精英學校 也都看中中國古文的訓練的時候呢 原本屬於中華文化 一個過去呢都強調呢 標榜叫做正統繼承者的台灣 現在卻在不斷的進行自攻啊 所以這個歐老師說 現在的台灣在自攻啊 那麼他說呢 這個自攻的課綱呢 是一套無恥的課綱 那當然這個其實是個比喻啦 因為他講到說 像我們過去很耳熟能詳的 顧炎武的廉恥一文啊 說這個呢國之四維啊 這個李毅廉恥國之四維 四維不詳國乃滅亡 提到所謂有亡國有亡天下的差別 這位呢明代末年的顧炎武 他的文章呢現在也被刪掉了啊 那其實像是呢這個岳陽樓記啊 對我們看李江同教授也特別提到說 岳陽樓記啊 過去我們說范仲淹 先天下之幽而幽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不見了啊 所以呢這個歐老師說 這個呢是無恥的課綱啊 這李毅廉恥都不交了啊 那我看到明正的特別寫了一篇文章說 其實課綱問題的重點呢 不是在李毅廉恥或文言文的比例啊 那明正提到說 李毅廉恥只是品德教育的一環 如果只是把重點放在這呢 是逃避問題 那你認為說其實真正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我是因為我一開始本來很懶得談的啦 因為我覺得課綱問題啊 現在要談十幾點也都過去了 就是早在大概1516年左右 那時候不是在鬧什麼反課綱嗎 那我就覺得說你們這些人在哪裡啊 那個時候不出來停 現在這個時間點出來再來批評 已經晚了你知道嗎 而且我也不認為 誰上任之後會把他改回來 我不認為 你沒有這個信心啊 如果說民進黨 民進黨下架那 民進黨不會改啊 那柯文哲或者是國民黨的人選上 我都不認為會改這個課綱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要改這個課綱 馬上又要面臨到時候 一堆社會團體要開的抗議囉 包圍教育部囉等等 因為我們很清楚啦 課綱這個問題不是單純島內的問題而已 這背後有外部勢力 希望改變整個島的想法的問題 台灣的課綱 就是台灣學生要讀什麼 要考什麼 不是台灣自己的事嗎 為什麼你說這個是外部勢力會干預呢 那是你覺得好像是你的事情啦 可是我們從其他這個世界 其他地方歷史上 或其他地方案例來看就知道嘛 你看烏克蘭莫名其妙 明明他是蘇聯分離出來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奇怪為什麼整個就把蘇聯歷史都翻掉 然後要變成納粹才是對的 當年我們支持納粹都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外部勢力告訴他 你要這樣子才能夠脫離蘇聯的過去 就好像類似所謂新台灣人一樣 你要洗盡千華 接受這個台灣之父的這個洗禮 讓你受洗成為新台灣人 那過程一樣 你們今天想要從這個蘇聯脫離出來 加入西方 那你就得要把過去蘇聯都洗掉 今天台灣的故事是一模一樣的 你想要脫離中國 那不好意思 你過去的一切都必須洗掉 這個就是外部勢力在裡面搞的 所以你不是也到DC去跟人家談 說這個教科書的問題 人家說教科書不是問題 好奇怪 那我就覺得說 奇怪你美國人為什麼不做 印第安人史觀的教科書呢 大家來讀嘛 印第安人才是美國的主人 你為什麼不這樣讀呢 你自己都不准人家這樣教 為什麼別人就得要這樣教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單純 只是島內的問題 第二個是我覺得講不到重點 就是他們後續的討論 當然有人說不要批評這個老師 其實我不是在批評這個老師 我是在批評政治人物 就是這個歐老師只是點出問題 可是其他政治人物 就在這個圈圈上面打轉 就說沒有你異廉詞 文言文太少了 這樣不行 重點根本不在這裡 日本人也讀三國 日本人愛三國愛得要命 韓國人也讀什麼論語四書五經 也是文言文 那讀了又怎麼樣呢 所以重點根本不在什麼文言文的比例 或是有沒有什麼禮義廉詞 因為侯友宜一直在強調說要有禮義廉詞 其實重點根本不是禮義廉詞 禮義廉詞只是一個品德教育的一環 重點是過去的課綱 開宗民意第一條就說要教導學生成為一個中國人 這句話從李登輝的教改之後沒有了 所以你課綱如果不是開宗民意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教導學生成為一個中國人 你教再多的文言文 教再多的這個什麼什麼禮義廉詞都沒有屁用 因為他的敘事方式最後都會變成那樣是一個外國的東西 讀讀以前古代中國的東西 在讀讀什麼的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我們到底要不要教導年輕人成為中國人 這才是重點啊 對這個我來補充一下 剛剛明正提到說為什麼最近忽然這個歐老師 他的呼籲會成為一個熱門的影片 主要是因為在12月4號的時候 有這個歷史教育新三字運動協會 他們開了個記者會 那麼其實你看到歐老師旁邊的那位老師 也是過去我們新中華人女學會辦活動 曾經邀請過的中山女中的國文老師段馨儀 那段馨儀老師跟這個歐老師 他們都是這個新三字運動 就是新三字運動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政府把我們的課綱改的亂七八糟 所以中國史沒了國文教育也亂七八糟 那就只有我們自己教 所以叫新三字運動 那麼這個新三字運動當中呼籲說 應該要廢除台獨108課綱 就是2019年蔡英文最新的這一套課綱 那恢復中國史綱還有增加古文的教育 所以它其實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歷史的部分 過去的這個明正也提過的 中國史被廢掉了 現在中國史沒了 只剩下東亞史 一個是這個國文教育當中的文言文不見了 那麼為什麼這個歐老師的影片突然爆紅 大概因為他表達的方式比較強烈 他表達方式提到說 現在的國文課本把這個文言文大幅降低 變成失去品德教育的不倫無恥課綱 那舉個例子就說比如像顧延伯的廉恥不見了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像是這個越洋樓記不見了等等 那他說原本這個國文教育是一個可以建立我們文化主體性 而且能夠通過傳統精緻文化的學習 擴展學生生命品德教育的視野 我想這個應該是比較具有語文素養的國文老師 他們會有的感悟了 那一般的人大概可能有的 現在在吵著就是他把重點移轉去講說 讀了古文也未必就會懂品德啊 很多人不也讀了文言文嗎 這樣無恥啊 或者說哎呀很多老闆苛刻員工 難道他們就有恥了嗎 你看到現在民進黨的相關側翼 他們在回應歐老師還有這個星三字運動協會 所提出的訴求的方法 他就跟你啊這個開始揮就吵說 讀古文真的就會有品德嗎 少讀幾篇就會怎樣 不讀顧炎武的文章難道就一定無恥嗎 顧炎武就真的很有品德嗎 好就越吵越多 然後跟你吵說那些詩意文人的文章 就是好文章嗎 就是精緻文章嗎 白話文運動都多少年了 我們現在就是用白話文 何苦強迫孩子一定要去念古文呢 你愛讀可以自己選修啊 來明對你怎麼看待這一些這個批評 所以我就說這個來年的政治人物 把重點放在說哎呀文言文變少了 然後跟他扯說對啊 文言文很重要 重點根本不再是文言文到底有多少篇嗎 因為台獨一定跟你歸啊 讀了古文又怎麼樣 讀了文言文又怎麼樣啊 那個呂捷那個什麼 一個歷史古教老師不也跟你扯嗎 說哎呀 那寫文言文是這古人的傲慢啊 我親人快笑死了你知道嗎 寫文言文跟古人傲不傲慢什麼關係啊 文言文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過去呢這個寫書啊 要刻竹简很累啊 所以你用白話文刻死你啊 你用文言文刻下來比較簡單 至少很多啊 而且因為中國各省方言都不一樣 各地方言都不同 所以講的話未必都一樣 可是中國幾千年來有一套 大家共同都能夠讀的 只要你是知識分子都看得懂的 就是文言文系統 對那等到後來是 後來這個民國以後開始蓬勃發展 印刷也方便了什麼也方便了 當然開始倡導白話文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跟什麼古人傲慢什麼關係 說狗屎真的是我看來都要吐血 那你怎麼不講說 你自己天天上這個三立做的節目 或什麼這也是一種傲慢呢 就是亂扯一堆 但是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說 重點是你到底要不要做中國人 關鍵問題還是在於說 就是我們讀這些東西的目的是為什麼 是因為要形塑一個年輕人 他成為中國人 所以你要了解中國歷史 要了解中國文化 要了解中國古文 你才會有整個中國人的概念存在 你不去探討這些問題 然後在這個文言文上打斷 人家可以跟你一轉來轉去 轉不完的 你不切入核心 最後人家就跟你混了 雖然我知道說 這些政治人物是有意 也不談到核心問題了 因為他們也不想碰 因為一碰一定 畢竟碰到一個問題 教育到底要不要教年輕人做中國人 他不想碰 其實也很多網友會提出相關的疑問 就是說台灣的課竿問題不是存在很久了嗎 就好像今天我們的題目說 文言文比例只是課竿問題的冰山一角 因為它是翻天覆地的去中國化 所謂文言文的比例下降 不過只是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 包括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 中國史的整個廢掉 把中國史放在所謂東亞史底下 那麼把台灣史和中國史做割裂 這些都已經是十幾二十年來的問題了 他不是單純說修改一個稱謂 修改一個什麼用語的一個問題 它是整個架構史觀的問題 不過我還是要說 這個歐老師他所做的比喻 他說這個台灣正在自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準確 大家如果看我最近幾天所寫的文章 這個確實就是一個自我閹割的過程 因為過去蔡英文講說台灣是天然獨 說天然就是這樣 事實上不是 它是加工的結果 就是說台灣整個文化 如果你不要刻意去干擾 不要用教育去這個引導的話 台灣不管是文化血源 地理位置 包括政治歸屬 它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 那麼我們看完這個 今天歐老師所面臨到的一個局面 其實他所談的是課竿問題 但是課綱的背後 其實更大的就是台獨黨綱 但是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台獨黨綱 它已經不是真正民進黨的這個黨綱了 它已經變成了是在台灣社會 無孔不入的一套路線 所以包括課綱會走去中國化 媒體會走去中國化 整個政治如果你想要選上 你好像都得要迎合這一套 那這一套是什麼呢 我把它稱之為叫做蔡英文路線 他把這個台獨的文化塑化季呢 把它這個掩飾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直接告訴你我要淹你 你當然說我不要 我不要被你淹 我每天餵你一點點 你就沒感覺了 現在蔡英文路線就像這樣 那這個蔡英文路線呢 它改成是一個很成功的 把傳統的綠跟國民黨的反共偏安 極大成 所以就成為了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叫中華民國台灣 在這裏